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看走远的图片 你敢试试吗 第一眼是不是看见很多排列整齐 平平无奇的小圆圈 但我告诉你 这里面藏了一个人 你知道是谁吗 再看看这张图 是不是很多马里奥在不停的向前移动 排队去吃小蘑菇 但当你不断的点击屏幕暂停 播放 你会发现他们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移动 是你的眼睛欺骗了你 左边有一个正在移动的灰色长块 现在集中注意力盯着右下方的黑点 慢慢的你会发现灰色长块变成蓝色了 但当你一看它 它又变成了灰色 这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汉字 它曾鲜活的存在于字典中 甚至叮当猫里面也有它的存在 但现在无论如何 你也打不出这个汉字 不管是拼音还是手写 不信的话你试试 这条裙子的颜色 曾在网上引起过巨大的争议 有人认为是蓝黑色条纹 有人认为是白金色条纹 那么请你仔细观察这条裙子 告诉我你看到的是什么颜色 图中一共有多少种动物呢 四种 五种 还是六种 据说只有1%的人 才能看到所有的动物 然后看这张图 第一眼 是不是看见蓝色线条歪歪扭扭 互不平行 但我告诉你 它们都是平行的 不信的话你从侧面观察一下这些线条 接着看这张图 图中的木头和金属 哪个在上面 哪个在下面呢 最后看这张图 你能从图中找到几个圆 这是06年试作绝大赛的决赛作品 这张图叫沉香错绝 或许 你一个也找不到 你有什么也想吗 你能看到这张图中的户码